一天没有更新了 之前的话是在去父母家那边 然后看安天孩子 昨天的话本来说也能录的话 手机没电了 今天做个记录吧 天气反正挺热 也不知道该说点啥 反正我看了 之前看过一部 之前看了那个 那个特罗伊这个 特罗伊这个电影 这个老电影啊 2004年还要上市 一个史诗级的大片 这场战争的话 是因为海伦 一个漂亮的海伦 一个叫海伦的漂亮的女人 引起了一场战争 但是的话 这场战争看网上说 其实 只是 只是 这是 特罗伊的 特罗伊城的那个王子 把这个海伦 又骗走了以后 这只是一个理由 嗯 是 那时候 希腊是想控制 黑海 爱秦海一带 那个 商 商贸 往上 海上 放 海上 商贸 现 这 就是 只是 一个 理由 嗯 总之呢 反正 最后是反正 因为 因为一场女人 引起了 因为 因为 因为一个女人 引起了一场战争 因为一个女人 引起了一场战争 只是 女人只是理由 真正核心的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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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海上 交通 线 控制 权 然后 有一个叫 埃及六四 埃及六四 好像 阿卡六四 好像 一个 史上最为大的 说是 史上最为大的 战士 刚开始 挺厉害 眼 最后死的时候 有点被摧 所以 被一个 如果真是 两个人真是 呃 单挑的话 十个 十个 帕修斯 也不是 十个他 呃 也就是 二 二殿下 呃 特勒伊成 特勒伊成 二殿下 十个他也不是 是 阿吉利欧斯的 对手 但是的话 这个 也是 阿吉利欧斯 也是为了保护 找那个女人 要保护他 结果 没主意 被人偷袭了 脚上 中了一件 胸上中了两件 就这么 被摧的 死亡了 一世英明 结果就在这 硬沟里翻了船了 哼 这个 这个事件 历史具体真相 不太清楚 反正这个电影上 是这么演的 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女人 女人引发的一场男人之间的战争 这是我个人感想吧 我怎么感觉都让 都和女人有关系 特勒伊之战 据说 打了十年 最后 用 那个木马 那个木马第一开始说 有人反对 有人要烧 有人 要拉回城 结果 其实如果要烧的话 其实也没那么多事 可惜的话 很多人都以为 希腊人撤退了 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这语言组织能力很差啊 我都说不清楚哪跟哪 脑袋瓜子也是一谈乱 就这样吧